参加闺蜜婚礼忘带现金 找闺蜜借了两千现金付礼金 提问 我应该微信转账几千还给闺蜜 上一世 闺蜜逢威的伴娘放她鸽子 我请了年假 自费机票和酒店前来赶来救急 就因为这道愚蠢的数学题 她就在同学群诬蔑我借钱不还 还偷她的礼金 甚至造我黄瑶 说我下药勾引伴郎 我气不过到群里澄清真相 公布了转账截图 以及她老公出轨另外一个伴娘 转而污蔑我的证据 她在老同学面前掩面尽尸 就请来一群流氓侮辱我 我在绝望中被凌辱致死 再睁眼 我回到刚下飞机那一天 女士们 先生们 本驾飞机大约在30分钟后到达机场 地面温度为15摄氏度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 耳朵传来嗡鸣 头也一阵刺痛 我缓缓地睁开眼 看到熟悉的空姐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还是重生到刚到甘肃这一天 上一世 高中是有冯薇结婚 而我在重庆 她在电话里说话 机票全包 时间紧迫 我第一时间就把身份信息发给了她 冯薇没有理会 我就自己先订了机票 把航班信息发给她 冯薇秒回 说安排车辆来机场接我 为了给冯薇省钱 我订了最早的航班 到了机场才早上6点多 然而 提前说好来接我的人并没有出现 害我在机场哭等一个多小时 我打电话给冯薇的时候 她还在睡觉 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忘了 就把电话挂了 在微信发了一个定位过来 让我自己想办法 多余的话 一句没说 全然不过我一个女性 第一次来陌生城市的无助 说实话 这时候我已经有一点生气了 冯薇家离机场很远 我拼了一个顺风车 整整坐了三个多小时 一路颠簸 险些把我胆汁吐出来 到了她指定的地方 她正在接待宾客 宝 你先自己订个酒店 我忙完再来找你 人在特别无语的时候 真的会笑 原来我从重庆连夜赶来 连一间酒店都不配邦定吗 我半夜三点出发 直到现在下午一点 一口饭都没吃 甘肃的风一吹 还一嘴沙 气得我白眼直翻 来都来了 四的字还是让我留了下来 毕竟是大喜的日子 我也强压着自己的小情绪 第二天就是婚礼 由于时间紧迫 并没有彩排 只给我说了大致的流程 也是巧了 正准备去取钱 给冯薇挂礼金 结果发现银行卡忘了带 他们这边为了图吉利 礼金都是挂现金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我只好先去找冯薇借 薇薇 我没有带现金 你先给我两千现金 我回头微信转你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 让我在甘肃丧了命 冯薇把钱给我之后 我就去挂了礼 挂完礼婚礼基本就开始了 冯薇一共有两个伴娘 杂事都由另一个伴娘全权负责 而我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另外一个伴娘情练很漂亮 装面和伴娘服都比我精致 甚至有些抢了冯薇的风头 起初我还有些奇怪 怎么要搞区别待遇 就因为我是临时救场的 直到我在化妆间 撞破了他和新郎脱衣缠绵 我才知道 原来这伴娘心怀不轨 明里暗里想要咽压 这狗男女办事太不地道了 我拿着手机就开始拍证据 但由于太紧张 忘了关声音 被新郎逮个正招 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尴尬的六目相对 新郎梦标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 删了图片 还威胁我 若我说出去就给我好果子吃 我不打算趟这趟浑水 冷着脸夺回手机 什么都没说 转身就离开 图片并没有删干净 我拿回手机就恢复了 我考虑再三 要不要告诉冯薇 起初想不管不顾地告诉他算了 但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 这种情况闹到最后 朋友里外不是人的例子太多了 我打算婚礼后 找个合适的机会 委婉地告诉冯薇 我本打算放过那对狗男女 但他们却也打算放过我 来之前 冯薇再三跟我保证 他们这边不存在婚闹 但接亲的时候 还是出了岔子 两个伴郎 梦标的好兄弟 做游戏的时候 一直找机会开我游 拿敏感部位蹭我 秦念为了恶心我 打着做游戏的幌子 使劲把我往那两肥头大尔的伴郎身上推 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在恶心报复我 我孤身一人处境艰难 好几次眼神向冯薇求助 让我心寒的是 他明明看到了却 视而不见 反而跟着瞎起哄 跟着秦念一起推我 去呀 反正你也单身 有啥玩不起的 你条件也不算好 老大不小了 将个烂就呗 可能除了他别人还看不上你呢 留着单速陪我呗 别回重庆了 推嗓之间 我裙子被扒拉下来 内衣都险些掉落 在场的男人一个个的吹着口哨 不怀好意的看着我 冯薇不但不帮我遮挡 反倒是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拍视频 边拍边跟着那群禽兽讥笑我 快拍快拍 你看李莉那样子太逗了 哈哈 到这儿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冯薇从头到尾 压根就没把我当朋友 当年的那点同学情 人早就没放在心上了 我也不是脾气好的人 直接给了把我衣服 我这一吼 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接着我直接撂挑子走人 这伴娘谁他妈爱当谁当 我反正不受这气 冯薇伸手拦我 李莉莉别给脸不要脸 坏我好事 她老公也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得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得亏没爆料 一家子烂去吧 我伸手拍掉冯薇的手 给她留了一个滚字 转身就离开了那回气垫 回到酒店 我还呕得头疼 只能说花了几千块 不远万里来吃了一坨屎 我在微信上 闹到现在 布拉黑冯薇 已经算是我们这段 友谊的最后一点体面了 冯薇收了款 也没有多说一句 算了就这样吧 以后就当这人死在了通讯路 事已至此 我决定先睡一觉 起床连夜回重庆 当我一觉醒来 看到露露给我发的同学群 聊天截图后 我人傻了 冯薇不会说的是你吧 冯薇 所谓朋友不过如此 郑重邀请她当伴娘 不仅不给礼金 居然还偷我的钱 真是晦气 而且还臭不要脸 还脱衣服勾引伴郎 说真的 我没想到 她居然是这种人 我人生只有一次的大喜日子 真的太会气了 冯薇臭不要脸的 居然把我被扒衣服的图 发到同学群里 说我发骚勾引伴郎 行行行 好好好 真是人善被人欺 我都还没气 她还在同学群先气上了 那同学群我老早就退了 既然这样 那就撕破脸 谁都别想体面 我让露露把我拉进同学群 一进群 我就甩了微信转账的聊天记录 冯薇 造谣也要有个基本法 说我不给礼金 那请问那这笔转账是什么 冯薇 你要不要看看 你自己赚了多少钱 我找你借两千 还两千 有什么不对吗 你找我借两千付我礼金 又还我两千 对什么对 你要不要看你自己说的什么 还高材生 你好意思吗 看到这一串感叹号 我算是明白了 合着她闹到同学群 不是单纯的坏 而是又蠢又坏 小学数学题算不明白 以为我没还钱 也够个要脸的 都这份上了 还惦记着两千块礼金呢 我不该还两千 那该还多少 我请问呢 当然是四千 两千是礼金钱 我受了一天的气 只是一点都憋不住了 说你纯你又不乐意 我告诉小学生的数学题 要怎么解 你借给我两千 我微信是不是还了你两千 清账没有 一直在群里看热闹的老同学 一溜的帮他回 有借有还 清了 清了 冯薇 那礼金呢 你本来要给我两千礼金呀 我当场是不是把钱 直接拿去挂里了 我问你 那是不是礼金 他妈的 怎么低 给你两千还不够 还想要两千去治脑子 冯薇可算反应过来了 装死不说话 都闹这份了 装死没用 懂了吗 蠢货 我没有少你一分钱 反倒是你 还钱 我俩的账来 当着这些老同学的面 来算一算 我把当时机票住宿 全包的聊天记录 发到群里 把机票和订酒店的记录 一股脑袋全发了 一共4768 冯薇现在立刻 马上转到我微信上 围观了一圈的同学 开始纷纷为我发声 哇 我算是长见识了 倒贴几千大老远当伴娘 头一遭见 冯薇 人立立来一趟不容易 该给的钱还是要给哈 对啊 你不是说你找了个有钱老公吗 你直接凑个整 五千块转给李立呗 要我看礼金 也该一起还给人家 冯薇实在没钱 你在群里说一声 不就五千块吗 我给李立 你也别太欺负老同学 冯薇偷鸡不成18米 钱没捞着 还要到处五千 她彻底疯了 为了模糊重点 竟然开始丧心病狂的 在群里造我的黄瑶 臭婊子要点脸 你他妈别在这颠倒黑白 你看你那骚样 勾引完伴郎 怎么着 又开始在群里发骚 勾引这些男的 你们猜怎么着 我老公说这骚货 骚到下药 勾引他兄弟 我真是笑了 我真是猪油护了眼 当初能跟这种人当朋友 还大老远过来 给他当伴娘 你是说我勾引这死格吗 我把那昏到伴郎的丑徒 发到群里 让大家评理 就算我双目失明 我也会坐舰自己 去勾引这臭蛤蟆 本来想同学一场 把事情做得太绝 现在都闹到这地步 我不介意再添一把火 我把新郎和伴娘 在化妆间接吻缠绵的视频 直接发到群里 说我勾引伴郎 那是你老公吧 不就是我被抓到 他婚礼当天出轨吗 就这么泼我脏水 冯薇 同学一场 我最后劝你一句 这种男人我看一眼 就都觉脏眼睛 只有你还当个宝 谁都没有料到 我会这么平静地 爆出这么大一个卦 那照片我拍得很清晰 画面十分火爆辣眼 惨不忍睹 整个群都炸了 冯薇平常一直很高调 看不惯他的多了去了 这次可算找到了机会 一溜烟地出来 阴阳怪气地劝离 冯薇一直营造出的 幸福婚姻人设 被我这么一闹 彻底翻车 最后只有夹着尾巴 灰溜溜地退了群 晚上 我退了酒店装备 前往机场返鱼 刚出门就被几个 雕形大汉拉上了黑车 关于这段记忆实在太过不堪 我甚至不愿去仔细回忆 脑海里只剩下 冯薇锐利刺耳的声音 臭婊子 都他妈怪你 害我丢那么大的脸 今天你让我大喜日子不痛快 我就让你万人骑 张鹏 你不是想睡这婊子吗 姐让你睡个够 在面包车逼色的环境里 冯薇捏住我的下额 一下又一下扇我的巴掌 发泄完了 就包光我的衣服 我告诉你 这几个兄弟全都带着病 这辈子 你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我被蒙着眼睛 在破旧的黑车里 一个又一个的男的 欺压在我身上 我不停地挣扎反抗 最后被他们活活地折磨而死 那种屈辱与绝望 即便是我现在重生归来 想起还是一阵窒息 既然老天给我中活一时的机会 这一次我要有冤抱怨 有仇报仇 谁他妈都甭想好过 冯薇 你且等着 下了飞机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冯薇打电话 而是坐在机场冷静地梳理 整件事情的经过 以及想对策 冷静下来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让朋友露露 把我拉到同学群里 我孤身一人在甘肃 想要报仇 绝对不能硬碰硬 中活一世 我总不能把自己又赔进去了 不值当 我只有进同学群 和大家套近乎 让他们关心我这两天的动态 活在大家眼皮子下 才能牵制冯薇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而且上一世 把我当软柿子捏 我这个冤大头 无辜地花了不少钱 这一次 我可没那么好心 这一次 我没有私信联系冯薇 而是直接在群里爱特冯薇 薇薇我到机场了 T3 5号出口这儿 咋没看到你安排好的司机呢 今天是工作日 最早上班的一波同学 已经起床了 看到我咋一出现 马上就有人来问我 李莉莉 好久没见你出现 咋啦 去找冯薇玩呢 冯薇结婚 我去给他帮伴娘 我自己买好了机票 他说安排人来接我 我在机场等了大半天 还没见着人呢 茶嘛 自己没当过 还没见过吗 上一世我就是太刚 过刚一舍 吃了亏 这一次我也阴着来 我拍了一张 在机场冷风吹的氛围感 憔悴自拍图 直接发群里去 别说 风一吹还怪冷呢 我自觉长得还算可以 用美颜相机一拍 多少有几分破碎感 照片一发出去 好几个好心的男同学 帮我爱特冯薇 冯薇 人呢 你家豪车咋还没安排上 给莉莉可怜劲的 上一世 我单独找他 跟我装疯卖傻地敷衍我 我这一次 我一笔知道还质笔身 不是爱在同学群里 解决师吗 我一葫芦画瓢呗 果然 几个同学一问 他就老实了 冯薇可不敢像上一世 欺负傻子一样欺负我 直接发一个定位 让我打车过来 这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态度可好了 先是发了一长串语音 过来跟我道歉 然后为了装逼 维护他土豪的形象 说是给我找了一个专车 我见好就收 没多大个事 结婚本来就忙 我理解我理解 薇薇 辛苦你帮我找车了 为在同学群里 把正面形象立住 我还特意发了 两个88的红包 让大家抢 请大家吃早餐 让我们祝薇薇新婚快乐 有红包抢皆大欢喜 大家对冯薇这个婚礼 也越发关心起来 冯薇不是爱线吗 这一次 我保准让他献个够 全程给他直播 冯薇在同学群里的人设 一直都是嫁了个 富二代的幸福小女人 好些个同学都特好奇 土豪的婚礼是哪样 让我多发些视频 让大家火见识见识 正中我下怀 我笑嘻嘻地回应他们 薇薇说 我这伴娘的活特别轻松 我没事 就在群里给大家 全程直播呗 好呀好呀 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 西北那边的婚礼 我还特意爱特了冯薇 薇薇这可以发吧 让大家沾沾你的喜气 真是出风头的机会 冯薇是断不会错过的 高高兴兴的就硬下了 想到上一世 我住的自费酒店 我就生气 砖车来了之后 我特意发了一张土到群里 哇 我这土包子 还是第一次坐砖车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 薇薇给我订的酒店了 听说薇薇老公很有实力哦 对对对 冯薇那天给我们看那钻戒 真格子弹呀 绝了 啊 好羡慕你呀 莉莉 去那边吃香的 喝辣的 我心里冷笑 上一世连个路费 都装风卖傻不给我出 你不是爱装吗 我让你骑虎难下 这钱必须给我花 在这么多同学面前 我已经把他架上去了 冯薇跌不下那份面 咬着牙 给我订了一个五星酒店 可把他给心疼的 见到我时 冷着一张脸 差点装都不愿意装了 管他呢 我还要继续恶心他 我装作看不懂的样子 给他了大大的一个拥抱 顺势拍了拍 他的一张臭脸 是不是结婚很累呀 看你好累呀 冯薇敷衍的扯了扯嘴角 我拿出手机 对着他 来 笑一个 老同学们都等着看新娘呢 冯薇皮笑若不笑的笑了一个 接着就敷衍我 宝 你先去酒店歇一下 我这边还有很多事 就先不管你了 到时候 有啥事 我们微信联系 好嘞 好嘞 还真是人善被人欺 上一世我处处为他考虑 处处被他欺负 这一次我矫情上了 他反倒还客气了 啊 冯薇走后 我没有待在酒店里 而是马不停蹄的去了一趟商场 买了防防喷雾和电棍 有了上一世的教训 我明白了 人身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 上一世 我完全本着来帮忙的原则 保持着女性朋友之间的边界感 我对他老公 可谓是除了对得上脸和名字 一点都没去了解过 但这一世不一样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得摸一下底 才能对付他们 联想到上一世接亲时的做派 以及后来酒店的暴行 冯薇喊地痞流氓 那一套熟悉的操作 我觉得这两口子 恐怕不简单 冯薇上学那会儿 也就脾气暴躁了点 但本性绝不坏 现在能变成这德行 恐怕静默者黑 她那老公 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在他们当地的贴吧 小红书 同城微信群各种搜索 一顿打听 还真让我找到一些门道 原来冯薇吹嘘的 所谓富二代 根本就是假的 她老公梦彪在当地 可以说是臭名昭彰 早年间在夜场当打寿 后来混不下去了 就做小鹅借贷 捞到一笔钱之后 现在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厂 表面上是汽车修理厂 其实什么偷鸡摸狗的是都干 修理厂上 到员工下到学徒 都是下三滥 也难怪上一世冯薇 那么短的时间 能招来这么些地痞流氓 原来是自家人 上一世 冯薇把我活活地折磨死 她的所作所为 让我心寒 我死都咽不下这口气 这一世 我的诉求很简单 我要让她 也体会痛不欲生的滋味 回首上一世 导致走到悲剧那一步 至关重要的一点 是我锋芒泰路 不管是接亲的时候 还是在同学群里 我都得礼不饶人 最后逼得冯薇狗急跳墙 这一世绝对不能再犯这样的错 如今我在暗 他们在明 我最好的出路就是站在暗处 不动声色地 把秦念和梦彪偷星的视频 在婚礼上捅出来 场面一旦失控 就让他们相互猜忌 相互怀疑 狗咬狗 能闹到警局 让他们吃牢饭算我赚 搞砸婚礼大打出手 我也不亏 有了大致的方向 我心里也稳了下来 当务之急 一是最短时间内 拿到秦念和梦彪 清晰的偷星视频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她弄到婚礼现场 二是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和冯薇建立亲密关系 冯薇这人 打小就是个二级管 只有先把她哄高兴了 才有机会挑拨离间 思路里的差不多了之后 我就开始行动 我先拍了几张酒店的图 发到群里 给冯薇尝尝面子 让她高兴高兴 给大家欣赏一下 幸福小女人的手笔 我第一次住这么豪华的酒店 薇薇还有心 我一发 就有同学出来捧场 大家在群里夸了一轮 把冯薇夸高兴了 哎呀 说哪儿的话 李莉大老远跑过来 我当然得安排好 应该的 应该的 再说了 都是小钱 不至于哈 你们下次来甘肃 我也叫我老公 给你们安排这一趟 我心里冷笑 可算是又给她装到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冯薇叫去听司仪说流程 我把防狼喷雾和电棍 放到包里 我在去的路上 给冯薇订了一束 99的大捧黄玫瑰 任何女人都抵挡不住 精致的鲜花 冯薇肉眼可见的兴奋 哇 莉莉你也太夸张了吧 鲜花配家人 使之不渝的友情 和你的绝美爱情陪伴你 你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整个酒店大厅的人 都向她投来羡慕了眼神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谢谢你莉莉 你对我太好了 我清了清嗓子 强调道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当然希望你幸福 两千块借账都算不清的人 能有什么脑子 被我几句话哄得找不找北 那叫一个乐 和我手玩手 仿佛当真是赶天动地的爵士友谊 他们婚礼不算复杂 边吃饭 肆意就跟我说 整个婚礼的流程 其他几个已经彩排过好几次了 主要是说给我听 上一世 冯威极为敷衍 想来这一世是看到 我在群里说要直播 怕出岔子 才专门给我过一遍 上一世 我是实实在在地 跟了一遍婚礼流程 而且永生难忘 所以我压根就没听 全程都在观察 秦念和孟彪之间的眼神交流 之前还不觉得 自从撞破他们的奸情之后再看 他俩眼神黏糊的都能拉死 饭吃到一半 秦念突然说衣服被泼到了红酒 要去洗手间处理一下 起身的时候 特意用脚尖勾了勾孟彪的腿 机会来了 秦念前脚刚走 我就假装接电话 偷摸跟在了他身后 他压根没去什么卫生间 反倒是去了酒店的吸烟区 也是上天助我 这地方恰好有个位置 可以挡住我 我贴在墙角 两个手机同时启动 双机未架好摄像头 没一会儿孟彪就过来了 这俩真的是animal 一刻都忍不住 在这角落啃起对方那姿势 拍好关键动作后 我立马开溜 不一会儿 那两人也回来了 冯薇个蠢货 全程一点没察觉到不对 对完流程之后 肆意又带着我到大厅过了一遍 就算结束了 婚礼当天 想起上一世的接亲环节 我心有余悸 为了避免上一世吃亏的场面 从冯薇化妆开始 我就架起了手机直播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 天天上班 生活挺枯燥的 那些上夜班 或者睡不着的同学 很多都来直播间围观 我把镜头对着薇薇 薇薇你看 好多人来看你的婚礼 你也太有魅力了吧 给你们看 爵士大美女 超美的 来薇薇 跟同学们打个招呼 人逢喜是精神爽 冯薇看起来还挺高兴 对着镜头大大方方的展示 为了安全地度过 接下来的迎亲环节 我开始在直播间打预防针 你们说接亲呀 婚闹 怎么可能婚闹 冯薇的朋友看起来 都可以有礼数了呢 我拍了拍冯薇的肩 薇薇 你们接亲没婚闹吧 群里同学还说 戏北咋了咋了 是偏见吧 冯薇眼神一闪 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是当然 我冯薇的婚礼 可不搞那些下三滥的东西 我就说吧 到时候我直播 你们看呗 放心好了 咋可能对我动手动脚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要真被闹了 薇薇以后可在咱同学群里 都抬不起头了 冯薇听到这话 马上转过头 对着摄像头拍胸脯 让我放一百个心 我冷了眼看着他 心说 这可是你说的 冯薇化完妆 差不多新郎 他们就要上门了 来之前 我听到冯薇在角落里 给伴郎打电话 待会儿你们悠着点 别给我整大死出 李莉要直播 我丢不起那人 嘿 我答应过你的事 啥时候没办到 猴急什么 婚礼结束了 攒酒一贯 直接给你抬上床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这一事 我表现得都对他这么好了 还想着背后插我一刀 把我灌醉送别人床上去 既然这样 就等着等会儿 好好地迎接暴风雨吧 有了直播加持 接期环节比起上一世 果然安分了不少 虽然那死格骂 还是没忍住 对我动手摸了我两下 但为了计划顺利进行 我还是忍下来了 接期环节顺利挺了过来 就到了最精彩的婚礼部分 婚礼前半段 跟平常婚礼一样 按流程走 一直等到肆意播放 两人感情史视频的时候 才来到了高潮 现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看看 两位新人的来实录 重温他们浪漫的点点滴滴 我知道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还特意把直播镜头 往前凑了凑 来 给你看看人逢威 是怎么找到这么个绝世富二代的 当秦念和梦标 那段劲爆视频出来的时候 不止婚礼现场炸了 直播间也炸了 卧槽 卧槽 那是他妈不是伴娘吗 什么情况呀 化妆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朋友表得很 果然 视频是我专门花高价 买通酒店工作人员放的 视频不长不短 等视频播完 我才慢悠悠的切断了直播 然后假母假式的去群里解释 这是婚礼现场的游戏环节 我就先不直播了 我也参加游戏 都是成年人 大家都知道什么的情况 我表面上维护住了冯威的脸面 但预盖迷章的动作更惹人猜想 我把手机放包里 第一时间站到了冯威身边 台下一片喧嚣 台上却沉默得可怕 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 秦念原本还站在冯威身边 下意识地就往梦标那边跑过去 他这个动作 无疑是坐舌视频的内容 冯威家的亲戚在下面蠢蠢欲动 只要冯威一句话 随时可能干账 冯威捏紧拳头 看着那对肩妇淫妇 马上就要发作 我适时去添一把火 威威 这看着视频八成是秦念买通婚庆 百元视频离猫换太子 我看他就是小三想上位 专门挑今天逼宫 听到这话 冯威转过身 双眼星红地看着我 我一脸担忧 心疼不已地看着他 你看都什么时候了 梦标还跟他靠这么近 我看怕不成是秦念得过梦标承诺 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有恃无恐 冯威那智商果然经不住击 几句话听得冯威彻底绷不住了 把头杀一扯 脱下脚上的高跟鞋 捏在手上就往秦念冲了过去 关于冯威的毒辣 我比谁都清楚不过 他冲过去就往秦念脸上来了一下 冯威这是真的吓死手呀 秦念的脸被祸开一条血口子 泻流不止 冯威拽着秦念的头发 发狠地说 臭婊子 你还想逼宫 我他妈今天弄不死你压的 秦念也不是吃素的 被冯威破了像 他也疯了 冯威你他妈骂谁婊子呢 你他妈不也是小三上位 假怀孕骗梦彪结的婚吗 把你给能的 反正今天也闹开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冯威 你没怀上的肿 我怀上了 你迟早也是要让位 要不是梦彪想多收一次礼金 你他妈以为轮得到你这不下蛋的母鸡 则 原来还有这一出呢 这三人还真是一个被窝睡出来的 没一个干净的 这秦念也真有两下子 几句话只往冯威废管子上戳 冯威身上招呼 孟彪哪里舍得小情人受着委屈 况且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 一脚踹到冯威身上 他狼狈地倒在地上 红酒塔轰然倒塌 暗红色的酒浸透了冯威白色的婚纱 新郎为了小三把新娘推到了地上 冯威这脸可是丢大了 说了彻底 冯威你他妈给我老实点 你再闹我他妈弄死你 这婚是你死皮赖脸要结的 现在又闹 我告诉你 孟彪可不是脾气好的人 不结婚就给我滚 换成情念这婚照样能结 看着女儿被这么欺负 冯威他爸他妈坐不住了 要跑上台帮忙 说到底是远嫁 刚踏出半步 就被孟彪一家拦住了 老两口被按在下面 瑟瑟发抖 看了这么久的戏 是该我冲锋陷阵了 我走过去 趁着孟彪没反应过来 一个巴掌给他扇过去 这一掌 是我替上一世的自己扇的 上一世在接亲还节 孟彪可少没坐见我 这一掌 我可是用尽了吃奶的劲 孟彪的脸 他痛得跳了起来 我趁机挑拨 孟彪你别得意 你个傻逼 你的那些烂事 微微全都偷偷录下来了 你敢欺负他 我们就报警 对孟彪这样的人来说 脸皮不重要 婚礼砸了就砸了 不痛不痒 但关系到身家性命的是 他急了 暴脾气捧不住一点 三步并坐两步的 走到冯威身边 踢腿就是一脚 狠 是真的很 我光是在旁边看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孟彪蹲下身 一手拽住冯威的头发 要挟我结婚 我答应你 你在会里上闹 我孟彪脸皮后 任你俩泼腹折腾 但你他妈要动我的生意 你只有死路一条 杀红了眼的女人 才真是豁得出去 冯威这下是被孟彪伤透 他捡起地上的香槟 就往孟彪头上砸 孟彪被他砸蒙了 趁着间隙 我跑过去 把冯威从地上拉起来 护到身后 顺道冲着后面的 酒店工作人员使眼色 喊他们快报警 这都打起来了 接着又安抚冯威 冯威你别怕 法治社会 他不敢把你怎么着 你现在不能慌 你不能让他们一家三口 有日子好过 凭什么那些家产 都由他们来享受 他不是怕你搅和他的生意吗 反正你俩也过不到一块了 你就给他搅黄了 听我这么说 冯威刚在浑浊消沉的眼睛 听我说完后 瞳孔散发着诡诀的光芒 整个人有种异常的亢奋 看起来有点像是回光返照 抹了一把嘴角的血 朝地上吐了一把口水 跌跌撞撞地跑过去 抢过话筒 拿着话筒 就开始神圣叨叨地笑 笑够了又哭 边哭边说 各位亲朋好友 对不住了 让大家来看笑话了 既然今天梦彪这狗 东西不把我放在眼里 带着小三全程恶心我 那今天谁都别他妈好过 秦燕 你以为他妈的梦彪 真是个富二代呢 还冒着劲儿跟我抢 他妈的 他不过是个坐监犯科 无恶不做的烂人 我打开视频 开始录制 他妈的 他开个修理厂 里面的学徒 全是蹲过橘子的 他能是个什么什么好货色 放高利贷 要债 偷车 销赃 卖药 还组织卖淫 违法犯罪的勾当 就没有他不干的 你他妈往上贴 被玩够了 被人卖了都没地哭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知道梦彪是个烂人 但没想到 烂得如此千疮百孔 这些罪名单拎出来一条 都够喝一壶的 全对在一起 不得把牢底做穿 梦彪看着自己 牢底被当众揭开 气得直接搬起 台上的椅子 砸向冯威 冯威整个人已经疯了 梦彪打他 他也拿起地上的高脚杯 往梦彪身上砸 两人扭打在一起 冯威险些被活生生地打死 脸上 身上全是伤 好在警察出警迅速 冯威才捡回半条命 见到警察赶来 冤大头酒店也松了一口气 配合着警方控制现场 我们一干人等 全都被带回警局 配合调查 在去警局的路上 我被安排在了冯威身边 见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我心里是真痛快啊 上一世我受尽折磨 这一世终于轮到他了 但我还是得装 我语重心长地帮他出主意 未未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这个时候 你要清楚一点 保全自己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这话永远没错 不要做被动那一个 你们闹这么大 现在肯定都不住了 梦彪他绝对会第一时间牺牲你 把锅扣你身上 你不能等着他害你 所以到了警局该说什么 你就说 冯威现在整个人 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本来脑子就不好使 现在这种情况 更是一团江湖 我一说他就听 看着我还眼泪巴巴的掉 莉莉我这可咋办呀 狗娘养的情念 好日子全给他搅和了 我他妈把梦彪那点事 全抖搂出来 他妈的 谁他妈都别好过 看他这区跟筋的发言 我也就放下了心来 我拉着他的手 再次强调 掌握主动权 你只有先在警方那里 揭发梦彪 你才有机会 冯威一个劲的点头 说自己知道 由于我是外地人 不远千里来参加个婚礼 纯属无望之灾 只对我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例行审问 我全程配合 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还提供了撕逼视频 警察没有为难我 做完笔录就告诉我可以离开了 但我没有立刻走人 反倒是在警局等着结果 这是闹得比我想象中的大 两口子狗咬狗 一嘴毛 谁也没放过谁 钥匙一直往外兜 脏水祸往对方身上泼 一顿操作下来 本来就一个婚礼闹剧 现在事件不断升级 送货上门的一等宫 警方不要白不要 顺藤摸瓜 签了一堆业绩出来 我一时半会是 看不到结果了 为了能了解后续情况 我跟冯威父母加上了微信 他们老两口倒是比冯威人好 一个劲的跟我赔不适 说的我都有些过意不去 跟他们互相安慰了伴上 回到酒店之后 同学群炸了 几千条聊天记录 各种揣测 私聊我的 加我好友的数不胜数 果然人类的本质就是吃瓜 我没有在群里回应 把在婚礼现场拍的视频 私发给了几个八卦的朋友 以他们的能力 不出今晚 这视频必须是人手一份 果然没过多久 就有人拿着视频来问我 谣言越传越离谱 已经快进到了 冯威到甘肃当卖银的头子了 我一句都没解释过 只含糊地说我识人不清 算是侧面坐实的谣言 冯威苦心营造的幸福人设 就这么崩塌了 以后别想在同学面前抬起头来 从警局出来之后 我爬出岔子 连夜改签机票 一刻都没有耽搁 飞回了重庆 飞机落地江北机场的时候 看着熟悉的黄色法拉利 我有种劫后余生质感 一直漂浮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回到重庆之后 我给冯威打了很多次电话 一直都处于关机当中 我只好联系她父母 她父母年纪也大了 很多是说不清楚 只是从言语之间推断出 这是牵涉较大 冯威怕是出不来了 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 从他们甘肃的一个营销号那里 看出些端倪 一个同城公众号发了一篇文 一个小三引发的血案 民事变形式 公众号有点人脉 而且挺会血 从小三昏闹一路起底 最后把孟彪经营的汽车修理店 涉及的灰色产业链 做了一个全面分析 公众号作者预测 那一帮人最后得全都栽进去 别说 预测还挺准 警方调查了好几个月 半年过后 判决书才下来 孟彪恕罪并罚 被子给彻底送进去了 判决书下来之后 我把判决书发了同学群 让那些吃瓜群众 吃上一个完整瓜 也算是给这件事 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发完之后 我就默默地退了同学群 删除了有关冯威的 所有联系方式 把他彻底剃除了我的人生 如今大仇终于得报 我要跟那些烟渣事 彻底白白 既然中活一世 我要过好我自己的人生 希望以后我再也不会 再遇到这样的猖鬼朋友 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全文完感谢观看